哇塞 今天岛材挺高的 五粮叶 老婆你选好了没有啊 选个文字还选那么久 你说哪个好呀 哪个随便哪个都可以 你自己挑吧 你说哪个颜色更好看 黑色的吧 那就这个吧 这个这个 那你去付钱吧 我老婆每个东西都要好久 跟他逛街真的累死了 我现在在付钱 哈喽大家好我是薛轩 刚和老公去买了一辆电动玩具车 你们看得怎么样 看起来是不是很大气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买玩具呢 是因为我老公的朋友 他儿子呢要过周岁 他家儿子的是二胎 在我们这家老家呢 一般小孩过周岁或者满院呢 是送金项链 就是那种金锁挂在脖子上 或者呢是送那种金珠子手链 就是红绳子绑好的 然后里面串的是金珠子 大概价值呢是四五百块钱 我们一般的一胎就是送金子 但是呢他家是二胎 所以呢我们就送玩具什么的 因为我们也是礼上网了 我们送什么他们以后也会回我们什么 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去朋友那吃喜酒了 带你们看看浙江人的习俗是怎么样的 今天晚上我们来这里吃饭了 他这前面呢是个公园 这里有个湖 环境还挺不错的 我们去看看酒店怎么样 哇塞 这个酒店感觉还挺不错的 装修挺豪华的 环境还挺好 不知道里面的菜味道怎么样 这里还有一个小喷泉 这个酒店看起来还挺富丽堂皇的 装修看着还不错 老公谈了一个这个 好重 穿好穿好 哈喽 今天的小寿星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了今天不谢了 给我谢谢吗 谢谢 今天从来没说过今天也说谢 已经蒙了 今天来的人还挺多 他们的包厢还挺大的 起码有七八桌 哇塞今天档次还挺高的 五粮叶 中枝 中枝 还有两包 上硬菜啦 大龙虾 又上硬菜啦 帝王蟹 今天的菜好丰盛 一桌的硬菜 有鲍鱼 排骨 大家看看 今天菜是不是 太丰盛了 又上硬菜啦 大家看看是什么 干嘛你拍视频啊 对啊 我老婆他已经喝的差不多了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海参 一人一份 是不是很分身啦 中枝的菜 我们点击一场 小寿星会上生日 在这里呢 国际代表专员三酒店 全体人员 祝小寿星 生日快乐 看小生日之歌 也有请我们的 好了 你们小朋友可以 在一圈一起祝福一下 今天的小弟弟 在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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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往旁边一点 把我们的 往非的脸 给向镜头 祝你生日快乐 我给你 吗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